近期,一位专业汽车博主的语言天赋惊呆了万千网友 从法语到日语,再从韩语到斯瓦西里语,蒙语 直接把采访的网红主持人吓得跑路 好好的一个汽车博主如何成为全网皆知的语言大师 年细50万,北京五套房的他究竟有何真实背景 本期榜榜跟大家聊聊,隐藏的语言大师说达菲 这是什么语言 吕杰飞1992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在毕业的六年间,他都在从事汽车行业相关工作 到了2020年,自媒体进入了火速发展阶段 阿飞也决定从大厂辞职打拼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阿飞最大的特点就是开过很多厉害的车 他对车很有研究,但不卖车 他英文很好,但不教 他美貌几乎没有,但不接文美广告 说车的网红博主基本离不开豪车美女 阿飞的视频七七豆各式杠小姐姐保驾护航 阿飞视频的亮点总在最后几秒 为了流量,他都会让美女跟车来一个时尚大片 地表最酷帕奈梅拉大改造附带美女变装 廉价改造宝石街911,俄姐变身圣诞精灵 皮又还给阿飞来过一次粉色QQ秀大改 别说改造的效果真的很成功 超模都没阿飞潮 一次上海公园相亲视频让阿飞爆火全网 阿飞勇闯上海打卡相亲公园 年入50万,在公园阿姨眼里成了三无产品 本想着小地方五套房布置什么钱 一庭北京五套房立马变连 北方不行,但北京可以 不过这则相亲视频 涉嫌不愿求和蹭热度 视频均已删除 至于近30的阿飞 为何至今单身不是没有原因 次次和美女相亲 哪怕小姐姐近在眼前 她的眼里也只有车 但虚车如命的她 与富白貌美的阿姐关系不错 两人到底什么关系 也备受网友关注 据阿飞自己揭秘 阿姐是她的远方表妹 这谁信 那能比小宇帅吗 看完呢 你不看完也比她帅呀 7月份阿飞为了体验 硬核的山东航空 特地选了一个暴雨天 出门坐飞机 没想到延误了30分钟 但预计到达时间不变 静止起飞穿越云层 一个半小时的飞行时间 愣是一个小时飞完 这难道就是雨越大飞越快 上行有愧空中闪电的称号 这条视频也成了阿飞 点赞量最高的视频 近日阿飞惊人的语言天赋 惊呆了万千网友 一天阿飞从三里屯逛街 刚刚准备聊点啥 一个街头采访者直接跳了出来 问阿飞会不会法语 阿飞愣了一下随即进入状态 一边说我是中国人 我只会说中国话 一边用法语日语韩语 斯瓦西里语蒙语实力碾压 吓得数百万网红每月掉头就跑 这期视频也被网友调侃为 阿飞最帅的一期 可能男人的帅真的不需要完全看脸 只要内在足够运河 这就是个有魅力的灵魂 从何别闹了每月的街头较量中 可以看出阿飞超高的语言天赋 也能看出他的优秀 据了解 阿飞是当年北京高考文科第一名 毕丽叶还曾在北京字节跳动 待过一段时间 作为北京土著 阿飞的家境不是一般的饮食 他家在北京五套房 名下各种豪彻无数 不过阿飞在北京打拼多年 从此直到自己做短视频 从没有靠过家里人的帮助 一不一个脚印 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 邦马以为 优秀的人做有挑战的事 不论是从前的文科状元 还是优秀的大厂打工人 阿飞一直在挑战自己 从没停止前进的脚步 也从没有停止过 对自我学习的提升和打磨 生活一定不会亏待努力的人